大家好 我们从今天开始继续跟大家分享圣经 路加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 贝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所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从几书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这件事我既从起头都详尽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 都是确实的 那么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两篇福音书 也就叫两部福音书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那么本来呢在分享那两天的时候 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样关于福音书的由来 因为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中呢 那有描述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今天 具体就跟大家分享所谓的福音书是怎么回事 那么福音书嘛 主要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个圣经 里面所收录的四福音 那么这四福音呢 所谓被大家啊 一个公认的啊 有一些人 共同接受啊 收录在这里面 或者最初的这个圣经的编辑者啊 收录在里面呢 那么 其他的呢 就关于福音书呢 还有好多种 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 有二三十种吧 因为那些你究竟有多少种说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福音书 有叠加啊 有重复 甚至有错本啊 你这这本来那是一本完整的福音书 由于这些 因为它有叶嘛 有羊皮嘛 那么错了啊 到别的福音书里头去了 那么基本上呢 民间啊 所谓的我说叫野经啊 有人说叫左经 野经有点太粗鲁了啊 叫左经啊 还有的说叫这个福经 啊 这些参照 那么其实收录到圣经里头的这个福音书呢 也是啊 有重复 因为这一件事情的技术嘛 啊 这一个世界的技术 不同的作者 有不同的描述 所以看起来有叠加 所以有相关的章节 是关联的 一样的 这个没问题 那么 嗯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所谓的福音书 包括我们所学的所谓的历史书 那么这些呢 都是人类的杰作啊 一个民族啊 祖宗对我们生存周围环境 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认知 所流传给我们的 那么都像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一样 啊 就是祖宗那么 凭着自己对周围的观察记录下来 传给别人 别人再去啊 一代一代相传 那么这有文字的 也有这个 语言的啊 还有一些传说 等等等等吧 那么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历史吧 过去发生的事吧 那么 这一种 记录啊 那么 靠什么进入 就靠文字 主要靠文字 承载这些信息给我们 那么这些有究竟有多少是确实的呢 嗯 说起实话 哎 有 那么都确实呢 不一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 人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任何事啊 人也 人只能自己向自己证明自己 人没有能力去评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人能评判的就是自己评判自己 人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任何事啊 除非那些人 嗯 和事愿意被改变 哎 人能改变的 只是自己改变自己 那么 这 所谓啊 排列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嗯 我们呢 所承载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 说经啊 文啊 律史啊 什么 包括我们中国人说的 什么 子之通见史记等等 三书啊 四书五经啊 呃 等等啊 都一样啊 西方人啊 比其他的民族也有类似我们这么一些这个所谓的经典啊 所谓的这个文化遗产啊 都一样都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堪称下来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作者亲耳所见 亲眼所见 只是亲耳所听 那么当中呢 难免 呃 呃 有些查错啊 甚至于 呵呵 长官李呆啊 等等等等 这都很正常 那么 呃 因为在前面我跟大家分享了 这人没有能力这点事 所以呢 那么 固执的认为 哦 历史就是真实的 谁谁写的就是真实的 或者大家公认的 那都是一种偏执 对我们 呃 明心见性 对我们明白道理呢 呃 只能是障碍没有辅助 啊 作用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历史 我们祖宗留给我们这些文化遗产 只是我们 作为 呃 这个 进入滚滚红尘当中的人 进入滚滚红尘当中的神 哎 或者是我们那个本来的那个自己啊 那么 认识真理 用自己内心的印证真理的一个 呃 必不可守的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一个环节 或者一个经历 或者是说 那么这么一个手段啊 一个道路 那么 嗯 这些东西真假实际上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够 呃 正确的认识啊 真理真相啊 通过自己的内心去印证啊 最终明白道理 行驻到人 呃 提升自己的境界回到自己的家 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个体的人也好神也好 那么进入这个滚滚红尘啊 就会被物质所影响啊 在老家 在我们的那个灵界 在我们的所谓的欲界 或者说 非物质 非非物质界里面呢 我们 呃 这些都 这个这个 铃啊 明明白白的 都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问题就是说受影响的情况下 你还能不能就认出来 这正是我们这个灵啊 进入物质滚滚红尘来的目的 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干扰啊 呃 摆脱物质的诱惑啊 明明白白的 和我们在老家一样明明白白的 明白道理啊 并且行出道理来 那么 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 那么既然会受影响 那么我们 这些所谓的文字文化认知信息啊 那就肯定是错东错达 有真有假啊 那么有真有假啊 就是考验我们能力的 就是从假里头 用自己的内心去印证 把真的搞出来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再啰嗦一句就是 所谓的我们这些经典 这些文字就是人 到了在这个兴趣中 到人的这一个层面 才搞出来的东西 在没有人 那么这些东西 都通通都没有 所以呢 如果没有人的话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那么人到了这个层面 肯定会搞出这些东西来 那么搞出这些东西来 才有可能去认知 那么从理论上讲 我们真正的每一个自己啊 是能够啊 从这个物质世界当中 在这物质世界当中呢 认清通过自己的内心 印证啊 认识到真理真相 但是呢 这也不是说简单 不复杂 说难也不容易的 这么一个事儿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 但是呢真正做到的不多啊 那么并且呢 这个过程需要大家相互扶持 所以呢 这些灵呢 都是群居啊 不管是植物 还是动物细菌病毒 包括我们人啊 都是要群居相互扶持 那么当中有真有假这些东西 呢要牵涉到啊 人的自由选择权的问题 这点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 海量巨大的信息当中 解读出真的东西来 那么在这儿呢 也是 其实呢 人类总是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 都是这样 相互扶持 一点一点的去 学习蕴含在日月星辰山河当中 山河大地 这个周围环境当中的道理 和什么样的道理 和我们内心 拥有的那个道理 是一样的东西 相互印证 实际上 这不光是说 相互印证的问题 而是两个相互印证的问题 而是多个 人跟人之间 文化跟文化之间 都需要内心去印证 那么彼此之间也是 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也是相互印证 那么这就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去印证 可以去挖掘一下 所谓的要通过外求 但是光外求也求不到 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 但是内心当中的只有在老家 才能 你都不用费劲 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进入物质世界 你也需要我们去慢慢印证 而这个印证的过程 就需要外部的辅助 也需要内心的开发啊 最终还是真的 在自己内心当中 外部呢 因为有真有假啊 有真有假 假 或者说所谓的汉 就是恶啊 这个这个 这件不好的事啊 那么 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那我们没有错 怎么能认识到 对是好的呢 所以呢 这就是说 相互一个过程 我们也不要去埋怨什么祖宗啊 给我们留的假的东西 有的是无意当中 他也想把真的告诉我们 但是别人流传给他的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有一些呢 是为了一己之私 故意参加 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对真实性有了变化 那么个人都要去承担 这样做的一种后果 所以我们祖宗也说嘛 人怕出名啊 你出了名了传播的东西 一定要谨慎 嗯 因为大家都认可你 所以一定要谨慎 再谨慎 怕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在这呢 实际上就讲述了这个 陆家福音的作者 他不是 呃 就是啊 要对谁谁谁去 呃 对一群人 而是对某一个人 讲述一个故事 通过呢 那么告诉他啊 说我们曾经 我们犹太人 因为这个陆家呢 他不是犹太人 当然了 说这个陆家福音的作者 究竟是不是陆家 这也不重要啊 那么就是啊 有陆家这么一个人 跟别人一起讲道理 说哦 我们 知道有一个人 讲了好多好多道理 那么雷尔天哪呢 要交谈嘛 就跟这个提阿菲罗大人 大人估计也是一方官员 也是个名人啊 所谓人怕出名 他应该怕出名的 嘿嘿嘿 那么这么一个人 他呢 哎 听到这个人 就是陆家福音这个作者 给他讲这个道理呢 啊 挺好 啊 深谈了 感觉从用他自己内心印证啊 感觉也是 确实是好东西 但是呢 那么这就要他要所学 我都要去学啊 你这个道理是谁讲的 那么这个作者呢 就跟他讲啊 你所学的这个道理呢 确确实是真的啊 嗯 我呢 那为什么说是真的呢 那我把这个事情给你写出来 写出来就放在这儿 你呢 当时就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啊 那么呃 你未必能记住 那么写出来以后呢 你慢慢去悟着 慢慢去参考着 慢慢去揣摩着 慢慢的去品味着 哎 从东东品出道理来 那么这一个就是说 表明这个作者像这个呃 写他写这篇文章吧啊 就是这篇论文或者是这个故事啊 这篇小说或者说呃 这么一个记录啊 那么就就跟他讲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 我都进行了考察啊 所以我们这个所寻学所说的 这个道呢 是传道人到为什么到我们今天到这来了呢 是因为有传道人在做工啊 他在传扬传播分享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传道人从起初 那么是他们是亲眼看见的 你他们是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 跟这个道理的讲述人啊 生活在一起的 或者是说有接触是亲耳所 那所听 亲眼所见 那么这一个呢 这些事我从源头都给你去考察了啊 就说进行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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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啊 就信息这个这个搜集 按照次序写给您 我的这个跟你讲述的这个故事跟你讲述这个人说出来的道理 那么这个我是很严谨的啊 那么 所以那么 好多人都齐皮做书啊 诉说 我们中间做成绩的事就是 各个民族都有做书 都有著作 都有文字留下来 那浏览的就是历史啊 就是在我们中间发生发生的一些事 所谓的神迹啊 中国人的也是中国的神迹啊 我们的历史不就是过去发生什么 谁发生的 那种是关于人吗 没有人的动物的动物他又不会写 所以语言文字是在这个形状人类所特有的 他们才能写出了点书来 才能诉说提笔作书嘛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篇论文 一篇文章啊 一部小说等等 都是要提笔作书 当然了这里头有老老实实记录的 当然老老实实记录我们前面分享过 那三个不能吗 没有能力吗 那些啊 但是在那个节目上尽量的去诉说 当然有编啊 叫科幻 还有什么有编的 说的是小说 其实呢 编来编去 最后 所流传给后人的 未必都是真的了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读的三观演义啊 挺好啊 叫人听读了 嗯 绝对呀 耳目一心挺好的 这个故事 情节 严谨啊 都挺好 但是还有一个三国志 三国志和三观演义 那肯定是明显的有区别 那么这个就是有差别了 那么三国志就真的还是三观演义演义演义 说我就是凭自己想象在润色在加工 在添油加醋 在弄上点佐料搞出来的 那可能是通过三国志啊来的 那么三国志呢也是一点一点激励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用某种程度上来讲 在物质世界当中无真实可言 但是有的人呢往往会借这句话去忽悠人 说历史无真实可言 其实历史一直都是真真实实的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 由于物质的蒙蔽不能把它给精确的啊 描述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一回家一切所有过往的历史 都你想去看都在那儿 一点都无差 正所为天王卫卫 殊而不露神目如电 回去以后我们都清楚了 其实做人做灵做神啊 最难的就是能在物质世界当中 像耶稣所说咱们一尝着死的字 就已经明白了天国的道理啊 这才是难得的 那么有啊 古圣先言明白道理人的佛教叫什么 开天言开佛言开慧言开法言 什么什么等等 道教的是神通啊 这个通那个通实际上是一样的 往往当明白了道理 那么就会去更加印证一些东西 印证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认识的道理 那么就会更快的去认识真理的全部 那么在这样相互促进的这个作用下呢 那最终你就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就可以真的就是那个 甚至也不用说话 你就感觉到一个周围环境 一些所谓的能量或者信息 能量信息都是不准运动嘛 周围发生的你也会感觉到 自然就推出根据这个正确的逻辑真理的逻辑 那么可以还原一些东西 可以认识到一些东西 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 真的过程 其实我们读书也是 刚开始不行 读的信息量越来越大 那么慢慢的你就明白怎么去摘除 怎么去去伪寸真了 就可以明白是一些道理 那么越明白道理 越摘除越容易 所以呢 这一个呢 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能够做到 但是就看我们愿不愿意 舍弃啊 所谓自己的物质利益 那么其实要讲就是太多 那么还有一个有的人说 有平静 真是有平静 信息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如果你不能摘出一个头绪来的话 搞出一个正确的逻辑的话 那肯定最后就是迷糊 要不迷糊 就是认真而自 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 每一件事情 认真 什么叫认真 是一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老老是不参加 那么用这种态度 读出真理呢 也不难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说一句话啊 就说是第一章第一节 就如同佛教里头 如是我问 我都这么听到的 他们就这么传给我的 就表明 自己啊 没有造假 没有参加 我跟你 我是抱着一个 这个这个真诚的心 去告诉你真理真相 其实呢 这些也没有必要啊 去所谓的啊 怎么着去 变明啊 你是不是真心的 自己就清楚 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吗 我听来呢 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佛经里头要有个如是我闻 而这些要说啊 我是照 呃 这个 传道人啊 从起初亲眼看见 我又考察 啊 按次于学于你 证明你 呃 确实这些些事呢 都是因为有的人在里头 就用这种发誓的方法 把假的东西缠进去啊 糊弄 祖孙后代了 那么祖孙后代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谨慎 所以往往有人在提笔作书的时候 就先写上这么一段啊 如是我闻 我说的都是啊 实实在在我没添加 那么当然了 就是我们没添加 好多人说眼见为实 实际上眼见也未必是实的 因为眼有时候也有物质的这个遮掩嘛 也有障碍 那么这一节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啊 就是他自己描述我这个东西都是真实的 那么后人呢 有一些人就是假的啊 他也发个誓 所以呢 好多人以为发誓啊 就行了 那么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不要发誓 有什么好发誓的 发誓 就证明你想动歪心死 小尾巴小往哪敲了 有什么好发誓的 你自己这么假的 只有自己能言 你对自己自己的良心良知 对自己自己 你没有必要发誓 你发誓 你也证明不了 那我们的刚才说三个没有能力 证明不了 改变不了 啊 评判不了啊 就是这三个你都做不到 那你再发誓 没有用 当然也不能说发誓一点 没有用 因为这毕竟也是如法度折的一个法啊 也就是所谓受洗这种方式的一种影响 你既然讲出这个话来 往往有的时候自己在自己讲的这个话面前呢 会有所收敛 当然了有些人是故意的啊 我明明告诉你一个假东西 我起个事啊 因为认为你认为起事了就是真的了 这实际上都是做不做 这都是人类啊 历史的长河 对大家的磨练 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啊 一些这个方法吧 那么 这个这一些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又告诉我们呢 不管是什么经啊 那圣经 先知经 神经 啊 易经啊 这经那经 使得再纯洁 在物质世界当中 它不可能纯洁 这一点大家一讲又是一个大的这个话题了 怎么能纯洁呢 用每一个神每一个人啊 用自己的内心去印证啊 你就能把它纯洁了 纯洁了的东西 你再如实的展现出来 如此而已 那么做书也好干什么也好 那么就是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也不需要在物质面红尘走一趟 就是因为有这种用 有这种 嗯 天地之别 看起来很容易 想象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呢 确实难度不小 这样的挑战 才使得我们 在这个地球 这个宇宙当中 越来存留的时间 越来越长啊 宇宙也越来越大啊 嗯 当然了 这些信息在以后 跟大家去慢慢分享啊 能分享多少 算多少吧 那么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啰嗦这么多 嗯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认知 自己的感悟 那么 好 谢谢大家